前段时间美媒发布了特朗普的民意调查结果,民众对总统的不满意义达到六成更有接近一半受访者赞成谈则她除了川普本身令人大跌眼镜的各种行径之外,这届的第一夫人也没能很好地给川普加分川普的妻子梅 拉米亚是模特出身拥有美丽的外表和加好的身材,曾经给她制拍过裸照,虽然她也不算花瓶会自到五国语言,但是看起来很有距离感美国民众常常吐槽 她按理说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第一夫人勇,远是一道充阔冷酷的亮丽风景,一个好的第一夫人可以在敏感的政治关系中发挥调味剂的作用成为总统身边的加分项 美国历史上最有野心的第一夫人,当属希拉里了当年在克林顿身边的时候就展现出了极强的政治手段 后来还差点,成为了总统当年奥巴马,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非议 总统除了本身的能力之外,她的妻子米歇尔,给她增加了不少印象分米歇尔幽默 亲民,拥有超高的情商和绝佳的衣品 她是美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第一夫人之一 还有这么一位第一夫人,她虽然没有绝世美貌,却是美国人民心中最美第一夫人 她非房市成员却凭借着高贵的气质和优雅的举止,赢得了世人的尊重 她就是曾经的第一夫人,杰奎林肯尼迪从摄影记者到第一夫人 她只用了短短八年杰奎林式典型的大家闺秀 她出生名门家境幽恶从小就擅长舞蹈、绘画 马术金聪多多语言大学毕业之后杰奎林进入报社做摄影记者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任,失了当时还只是一员的肯尼迪肯尼迪的出身同样显赫 再加上明星有为是一颗冉冉,生起的正残星星未来不可限量 杰奎林看中了她的奖励 在她24岁那年她们结婚了毕,竟是上流社会两个名流家族 这结合这场婚礼,伴得浪漫而隆重杰奎林在婚礼上穿的 婚纱由被译美国设计师NLOW设计一字兼的款式 LOW出迷人的肩颈线条紧身术腰 更加凸显身材慢妙面料选用下牙色色橙血纺 头上戴的玫瑰花边头纱 则是来自于她的祖母整体造型高贵优养 宛如公主不仅封纱又来透杰奎林灰界的设计 更是别致戒之上,有两颗主石 分别为2.88克拉的钻石和2,84克拉的祖母绿主石的周围 还环绕着许多男友型切割的碎端 整体造型宛如发躲衣 但非常精致这枚婚戒不估值为96万6千欧元 约合人民币920万肯尼迪果然没让杰奎林 失望8年后肯尼迪成了美国总统杰奎林 也在32岁这年,当上了美国最年轻的第一夫 人丧偶又失业美国寡夫,黯然出走字 从嫁给肯尼迪之后杰奎林便开始了围绕丈夫玩对话 建设自己的人生按理说第一夫人 不是一个职业只是一个政治身份 而杰奎林却把他当成了一份工作 杰奎林曾在接受一个采访时表示 他心中的第一夫人 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照顾好总统照顾好家庭 让总统无后顾之忧,能够好的效力国家好 无疑问他做到了在刚刚入度白宫时杰奎林 就自筹资金,把白宫翻修一新并亲自认长 与和西班牙语为白宫记录片进行解说 这也让民众第一次详细了解了白宫 他举止优雅着装得体全国上下 对他贷赏有加 然而这份工作,只干了两年零十个月 几声枪响就彻底改变了杰奎林的人生 1963年肯尼迪在达拉斯德迪律广场上一次当场死亡 肯尼迪律次现场肯尼迪律次 是整个20世纪的头号犯罪案件 不仅在美国轰动,极大在全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 作为事件的目击者和被害者的遗孀 杰奎林产生了很大的心理阴影 但他依然坚强地操持完整个葬礼 葬礼上的杰奎林用黑纱遮面满眼的衣裳 随着副总统接替上任杰奎林带着儿女搬离了白宫 从此他不再是第一扑人 她是美国知名寡妇是肯尼迪的遗孀 是个单亲妈妈 是个没有工作的女人 一时间她跌入了巨大 在身份迷失与焦虑远嫁土豪二次婚姻没能善终于开白宫 五年后杰奎林远嫁欧洲开 使了她的第二段婚姻新任丈夫 是比杰奎林大22岁的希腊传王 奥纳西斯 奥纳西斯是个又矮又丑的老头 杰奎林在婚的消息 使美国民众大为震惊 人们不接受她嫁给一个身材矮小 臭名招住奥纳西斯的良妹手段 曾有一套的希腊海盗 甚至骂她抛弃美国 指责她败坚且贪心 奢侈的消费官自从没有皇室经济支撑杰奎 临时非需要一个有钱的人 来为她填补这个空缺 而传王奥纳西斯则是个很好的金主 所以在杰奎林39岁这年 她与奥纳西斯在希腊的一个教堂内 举行了相对低调的婚礼 没有奢华的头纱只进了白色蝴蝶结 不过婚纱依然是大牌由Valatina Aravani亲自设计 而两人的婚戒则是这一枚重达40点 第2克拉的钻石 这是从著名的莱索托钻石总重601和拉扇切割下来 都被称为莱索托三号 激进完美 奥纳西斯花了高价从Harry Winston 购得赠予杰奎林后来这枚戒指 在1996年 苏富比的拍卖 尚以260万美金成家 如果说肯迪迷带她见证了权力的巅峰 那么奥纳西斯则让她体验了金钱的美好金管 这两端婚姻都未能晒终 1975年 传王去世在于主持给杰奎林留下12万美元 被遗产而剩余的巨额财富都留给了她的大女儿杰奎林 不得不和传王的女儿打起了官司最终 她一次性获得2600万美元的补成二次丧偶之后 杰奎林没有再走进婚姻的面头 虽然衣食无忧但不入 中年的她选择再次成为一名职业女性 她进入出版社担任图书编习一刚就是18年职 大趣事这比她当第一夫人和富豪妻子的时间加起来 都要长杰奎林 在这份工作中的大爱充实与快乐 她曾在采访中谦虚地表示 之所以加入出版业 只是出于最书籍的热爱 她很少带自己编辑的书上属名 只是默默通过这些书向世人展示 那除了社交名流之外的另一种人生 杰奎林和出版社的同事们她步在江湖江湖上 依然有她的传说 总观杰奎林64年的短暂人生 她担任第一夫人的年限只有不到三年时间 然而这不影响 她在美国历史上第一世贸夫人的地位 因为即便早已离开白宫可无论出现 在什么场合杰奎林永远是高贵典雅的己 不没有人见过她不修颠服的样子 毫无疑问杰奎林 是大家的她买衣服根本不看价钱 担任第一夫人期间她的制装费 甚至超过了肯尼迪十万美元的年薪下 给船王后她更是花了数百万美元 添置新衣然而她不只是乱发钱 她是一个很有自己 想法的独立女性 懂得哪种美适合自己 所以有着独特的穿衣风格 设计简单材质上乘 标志性的deerbox原貌 衣服与白手套式标配 宗爱明亮色彩的服饰杰奎林 是珍珠狂日本之前记者 去白宫拍照回来时翻看照片感叹 照片里她到哪都戴着珍珠项链 珍珠简直是她的象征 珍珠陪伴杰奎林出席过各种场合 杰奎林的儿子摆弄妈妈脖子 的珍珠项链丈夫也清楚地吃 到妻子的企号在结婚一周年 纪念日历肯尼迪送给杰奎林一对暂时珍珠耳士 这对耳是可以单独作为暂时耳钉 同时也配有黑白两色珍珠耳 对杰奎林有时会衣衣衣白的 搭配非常时髦 除了珍珠肯尼迪还给妻子 送过一枚皮弗内的胸针 作为杰奎林产子的 比如这是一枚姜果造型的胸针 是著名设计师金 Chulambo战给皮弗内设计的 第一期视频之一胸针 设计十分巧妙 两枝姜果代表了杰奎林和肯尼迪的两个孩子 大的一颗代表大女儿小 的一颗代表新出生的儿子杰奎林 非常喜欢这枚 充满暗欲的胸针 这也是唯一一见出 现在杰奎林与主中的宝贝 目前收藏在波士顿肯尼迪图书馆内 永久展示 后来肯尼迪运送了它 同样由Jane Chulambo战设计的Difany手镯 这只手镯以18黑金 大郎彩和宝石组成 这也是杰奎林一生中最爱的手镯 她收集了不同颜色和不同的版本到了老年 还经常佩戴这个手镯 也成为杰奎林的代表性符号之一如此 有顶位的女人 她的珠宝收藏中 自然也少得了贵宝石杰奎林 很喜欢祖母绿除了订婚戒指上镶嵌 要祖母绿之外 肯尼迪还曾送给她一套水净 祖母绿钻石珠宝套装 包括项链 手链 耳坠 一感谢她对自己竞选事业的支持 在肯尼迪的总统就职舞会上 杰奎林就佩戴了这套祖母绿手势 而在他们结婚十周年的时候 肯尼迪还送给她一枚Wangly Fem 奥陪奎祖母绿戒指上镶嵌了十颗祖母绿 象征两人一起走过的十年 当然杰奎林的第二任丈夫奥纳西斯 对她更是宠爱有瞎 她也曾送给杰奎林一套Wangly Fem 奥陪奎的祖母绿套装 包括一条项链和一枚戒指 作为结婚礼物项链 由零行祖母绿 及明亮 琴切鸭刮朵道型的钻石组成戒指 为虎面绰圆形祖母绿宝 周围环绕环绕环绿 切鸭钻石及其奢华 奥纳西斯 送给杰奎林的珠宝 很多都是来自范克兰宝 而且大多奢华 对更造型凡夫价值不菲 毕竟是土豪不稀豪 这千金博得美人一笑 Cancry Fem Apels红宝石翡翠 钻石珍珠泡装 耳坠成交价85万美金 Cancry Fem Apels红宝石耳坠 估价在25万到35万美金 Cancry Fem Apels红宝石钻石组母绿金银 镶嵌项链成交价288500美金 A.I.江斯宇 在历任第一夫人中 她不是最美的 也不是任期最长的 但在美国人的心中 她就是那个引领时上潮流的 开创霓裴裳外交的 最时髦的第一夫人 在她的短暂人生里体验过巅峰 也曾跌落至谷底 受过万千爱在野 遭受过无忌骂骂 喝过最年贵的红酒 也尝过最苦涩的人生 她说 除了肯尼迪夫人和以及奥纳西斯夫人 人们经常让了我 还是杰奎林 布维尔中我一生 我都在努力 得做回真正的自己 爱恋珠宝推出了精致舒适女界 巴黎月色系列 也是提倡各位女性朋友 勇敢做自己 毕竟你只负责精彩上天自由安排 你好 我是爱恋珠宝的AI将 世界这么大很高兴于你像 爱恋珠宝做中国最懂女人的珠宝